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还是画上了句号 而戏剧性的是 有媒体爆料称 大S在官宣离婚后 独自艺人现身高档餐厅 吃白松露 喝红酒 消费了近万元 无论消息真假 都给这段女明星嫁入餐饮豪门的故事而言 做了一个无奈的收尾 王小飞也有意重新出发 在11月5日 她在微博发文表示 改回了本名汪少飞 在其最新一条微博动态中 王小飞也骄傲地表示 自己目前正在经营的餐厅麻六计 新开了两家店 赶着去剪彩 看来改名挺好 2010年 王小飞和大S出相识时 她的母亲张兰 刚刚凭借着 翘江南餐饮集团创始人的身份 首次登上胡润餐饮富豪榜 排名第三 财富估值高达25亿元 彼时的王小飞已帮助家族事业多年 任职翘江南执行董事 妥妥的黄金单身汉 但是 10年之后 翘江南的辉煌已成过去 王小飞逐渐接手了母亲的事业 仍旧在餐饮行业中创业 但始终无法重现当年张兰的战绩 伴随着其事业的变化 她和大S的婚姻也走到了终点 如今双方之间已无商业关联 但重返单身 改回本名的王小飞 还能重新开始构建她的餐饮版图吗 从翘江南的辉煌开始 王小飞原本是属于 赢在起跑线上的那一类人 1981年出生的王小飞 16岁赴法留学 22岁学成归国之后 她的第一份工作 便是进入自家的企业 担任翘江南执行董事 跟着母亲张兰学做生意 彼时的翘江南 凭借着独特的品牌风格 以及主攻高端商务宴请的精准定位 趁着国内餐饮业快速增长的东风 一路扶摇直上 成为中国高端餐饮的主要品牌之一 同样瞄准高端定位 张兰还打造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蓝会所 2006年北京第一家蓝会所落地长安街双子座大厦 营业面积近6000平米 总投资3亿元人民币 会所内部装修也非常奢华 当时有爆料称 该会所光设计师的出厂费就高达1200万元 会所内的一支水晶杯的价格就近万元 一把椅子的价格也高达20万元 除此之外 整个会所内还悬挂着很多名贵油画 这些都恰好迎合了部分高端人群的社交需求 蓝会所及翘江南也迎来了爆发式增长 2008年 翘江南作为北京奥运会唯一指定中餐提供方 接待了百万人次的世界游客和运动员 一时间声誉大振 而张岚更是作为优秀企业家代表 由三亚市力推成为当年的奥运火炬手 处于母亲羽翼之下的汪小飞 也同时负责打点蓝会所的生意 据说蓝会所最辉煌的时候 一天营业额可达300万元 包括许多政商名流 明星艺术家等都是这里的常客 但当时相比于汪小飞的经营才能 外界显然更乐意讨论这位富二代交往的各路明星 随着翘江南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张岚的野心也进一步扩大 其对于翘江南的定位转向高端中式菜肴正餐连锁餐厅 开启大步扩张 为解决扩张所需的资金压力 翘江南还于2008年引入顶辉投资 张岚以手中的10%股权交换了2亿元资金 同时与顶辉投资签订对赌协议 其中承诺翘江南必须在2012年底之内成功上市 否则张岚必须按年回报率20%回购股票 当时正值意气风发的张岚怎么也想不到 正是这份对赌协议 之后让自己失去了一手创立的残饮江山 当然所有的暴风雨都要等到4年后才会到来 在那之前因资本入住 翘江南加速扩张 张岚的身家暴涨至25亿元 汪小飞也由此成为香波波 最终吸引的大S第一次见到他 就想要跟他生孩子 为他下厨 婚变背后的汪小飞 创业屡败屡战 回归餐饮本行 却难现辉煌 屡败屡战汪小飞和大S已无商业关联 凭借着母亲打下的家业 汪小飞成功抱得美人归 然而好景不长 2012年餐饮市场表现低迷 翘江南辗转A股 H股 皆上市失败 根据对赌协议 张岚需一次性拿出4亿元 回购顶辉投资当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为缓解资金压力 张岚被迫引入了新的投资机构CVC 多年后 张岚对外曾指责称CVC 收购翘江南时仅出资9000万元 余下部分皆来自银行贷款 而贷款的质押物就是翘江南的股权 张岚失去了对翘江南的话语权 甚至双方一度闹到对簿公堂 最终在2015年 包括张岚在内 翘江南的原董事会成员全部退出 兰会所也被迫挂牌转让 永远成为了过去 母亲的生意失败 汪小飞开始慢慢走到台前 拓展自己全新的商业版图 结婚十年中 汪小飞尝试的创业方向 分别有茶饮 房地产 饭店等 而大S则成为她生意中的宣传招牌 2013年 何润林食品有限公司成立 汪小飞担任董事长 该公司的主营产品为 何润林私家茶平衡七位 最大的宣传卖点 即美容大王大S甄选 及代言的全新复合茶饮料 为此 何润林还专门申请注册过 S茶和茶S系列商标 但最终 该产品仅昙花一现 便迅速掩面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或许是认为茶饮生意太小 王小飞又迅速瞄准了房地产 2015年 北京合尊制业公司成立 王小飞任董事长 而这也是他现今微博上 对自己的身份介绍 但在这份生意中 王小飞同样是绑定了妻子的IP 为公司申请注册了多个 如S Hotel 徐徐酒店等商标 2017年 王小飞豪制3.5亿元 开设S Hotel酒店 将大S 儿子和女儿的照片 摆放在酒店的每个角落 除此之外 王小飞还做过投资 涉猎过物流 电商等多行业 2015年 王小飞在微博官宣参与投资 并兼职出任新移物流的首席品牌官 这是一家专门服务于阿里巴巴的跨境物流公司 同时承接着9份市集的业务 专卖中国台湾的特产 手作 文创等产品 电动车行业 王小飞亦有所涉猎 据悉 2017年 其曾参与过小鹏汽车的A加轮投资 没有了母亲的光环 王小飞近年来在多个领域频繁尝试 但却没有一项生意做大 真正为外界关注 虽然深度绑定了大S的个人IP 但王小飞和大S之间 目前已并无商业关联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目前王小飞所担任股东的八家公司中 并无大S或相关人持股 即便是二人曾高调注册的S Hotel酒店 目前也有传闻称 王小飞计划将S Hotel改名为飞行商旅 以此与大S彻底切割 但这一消息目前并没有得到双方的承认 没有了大S加持的王小飞 未来的生意要怎么做呢 婚变背后的王小飞 创业屡败屡战 回归餐饮本行 却难线辉煌 回归餐饮老本行 我选择这时候离婚 因为小飞事业再起 帅又不算老 要再找条件更好的女友也容易 官宣离婚后 大S曾回应 看来即便分开了 她也并不忘给男方保持体面 但王小飞的事业真的再起了吗 现在来看恐怕言之上早 2020年张岚正式宣布付出 组建一支专注餐饮领域投资的项目基金 益基金 据张岚介绍 之所以将其取名益基金 主要旨在希望天下餐饮经营能更容易一些 预计第一期基金规模将在5亿到10亿元 重点投资高成长性 新餐饮品牌 同时也会特殊关注你上市企业 但至今为止市场还没能等来一基金的第一笔投资消息 张岚却转身入驻抖音 开始直播带货 2020年12月15日 张岚的抖音号 张岚翘生活 发布第一条视频 此后这个账号几乎保持着每天更新一条的频率 而在张岚为短视频账号引流的过程中 也没少消耗大S 如视频中 她曾无实物表演 与大S和汪小飞通话 深切关怀儿子的感情生活等 目前 张岚抖音账号已有粉丝 共计109.5万 其视频号中 除了宣传张岚自己的书外 就是给汪小飞今年创立的麻六计 以及悦尔棠餐饮品牌打广告 同时 主打贵妇形象的张岚 目前在抖音橱窗上架了好物446件 从价格只有一元的蓝姐专享青春磨砂膏 到售价高达45,999元的珍珠饰品 种类繁多 其中销量最高的产品为一款清泉出山气泡水 定价为9.9元6瓶 目前已售出181.8万件 汪小飞亲自操盘的麻六计品牌 主营特色川菜 于今年初在北京国贸开设了第一家门店 据了解 目前该品牌已在北京开出了多家分店 分别位于中海环宇会 宫体 大跃城 祥云小镇等 汪小飞也多次在微博发布麻六计新店开业的情况 其最新一条微博显示 麻六计在上海新天地 南风广场 以及成都大跃城 万象城 两城四店同时开业 今年2月 汪小飞在微博表示 今天月尔堂的开业和麻六计的成功 让我明白 一个人和一个团队的基因 就是为某个行业而生的 而主攻月菜的月尔堂 则几乎和麻六计的门店扩张同步 两个品牌的多家门店 也往往在同一商圈相继落地 如在北京的大跃城 祥云小镇 利泽天街等商圈 他们的门店往往相近 据大众点评显示 两个品牌门店的人均消费均在百元以上 其中月尔堂人均消费基本在160至180元左右 麻六计人均消费则主要在130至150元左右 汪小飞的最近一条微博 停留在11月6日麻六计开店的消息上 而张岚 赵丽在抖音每日发布视频 11月22日当天的直播中 张岚在被网友问及汪小飞离婚一事时 回应称儿孙自有儿孙福 小飞都40岁了 我还管他呢 但屡败屡战的汪小飞 何时才能创业成功 那一口 添乌 冰 冰 冰